這裡有掌質的 以前我們是在大量鋪鋼 現在它可以裸多少數 因為剛才你沒要延遲這麼厚 其實開始有高階的產品 要放多一點 放鬆 馬上出力 它可以兩代直鏡 這個70mm 都是剛剛好 可能要大一點 才可以載到焦點 它可以給鏡子計算 因為它全部電腦出 然後就有焦點分座 就很準確 它可以載到0.1mm 即是很細緻 最主要是多了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就是剛才的側面 鏡面的功能 拍出來某個光線有光環 其實是因為造型的 沒有了那個容器 其實是一個缺點 都變成特色 對 你用鏡鏡 某些照片就會走出來 某個程度就虧了那個光學 即是如果你懂得做這件事 就應該會你懂得這件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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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它裏面其中一兩個表情 關於光學 其中一個副總裁 那個人很厲害 就是這張照片 即是一個副總裁 那 就走了 嗯 這個就是蔡司的副總裁 其實它的名字又叫做蔡司 所以用它的名字定名 嗯 它以前一路做光學原來的時候 他一路會栽培 丟很多錢去德國的政府 八幾年前 就栽培了一些人 這些他招攬了之後 就做了副總裁 嗯 這個人就是阿比 我們讀光學有的阿比 光學提數 就用它的名字定名 因為是它想出來的 嗯 而且它的光學貢獻其實很厲害 是圓球的五橫山 即是圓球的五橫山 有一個五橫山的位置定名 是用它的名字定名 那個山是用它的名字 嗯 是桑維基的運動 所以就是證實了它的光學貢獻 那這些就是一路過牌子的歷史 嗯 那麼去到東西德 分開了的時候 是大異世界的 他分了東德塞斯西德塞斯 所以 所以 有什麼分別呢 那時候他真的分離了 那兩邊是沒有交流的 那麼去到東德塞斯西德塞斯 然後呢 又合在一起 所以 都合在一起 那裏就另外 還有一個品牌 這個 這個其實比賽斯在內地市 少少 這個180年 這個有A澳 那為什麼會放在那裏呢 因為到了接近2000年的時候 這間公司被賽斯收購 所以根本上 現在它是全球最巨澳化的光學公司 對 但是掌握了最有德國和美國的 歐美的科技 領先了很多 即是港港 嗯 所以現在就變成分離了 對 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